那么这段五卓里面因为很重要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五卓卧视 老法师对这个五卓卧视也有开示 老法师在讲这个 阿弥陀经药节讲记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五卓 老法师说 第一个节走 节走是指 节是指时间 时间哪有不清净的呢 时间怎么会不清净呢 对不对 那么 为什么叫节走呢 过去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 那个时代真的是黑暗吗 不是 人民造太多了 形容它是一个黑暗时代 今天这个世界 也就是这样 大家造的很重 所以这个时代呢 就不是一个好时代 我们称之为乱世 老法上说以后的历史家 会记载现在这个时期叫做乱世 大乱之事 英光大师在 七十年前就 一言 以后的人 杀父杀母 杀父杀妻 杀子杀人 人心日期暴力 层次 那时候 在清末 明初 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会变成乱世 老法上说 也不过是最近五十年欧业 五十年欧业 五十年前 那个时候人心还很淳朴 那英光大师他们那个时代 在清末明初 那时候就已经一言说 以后杀父杀母 杀父杀妻 杀人杀子 层次不穷现在就是这样 那这个叫做乱世 乱世 所以大乱之事呢 就是杰左的意思 所以你过了这段时间就是很乱了 这叫杰左 我像我们现在就是杰左 感觉 很乱了 没有一个地方安定 你看前一阵子那个IS挣钱 中东那个恐怖分子 造成 伊拉克 叙利亚 叙利亚到现在还是 还是在 战火蹂躏 伊拉克 利比亚 叙利亚 人民 千里跋涉 这个 离开他们的家园 迁徙到欧洲去 那么欧洲现在呢 也都是 对这些移民的问题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 头痛 美国也是一样啊 这个就是 现在是大乱之事 所以是杰左 他不是本身有问题 是因为一切众生有后面四个 建左 烦恼 众生左 命左 染左 所以这个时代就变成杰左的时代了 这是第一个杰左 那么第二个建左呢 就是你的见解被污染 见解不清净 成为建左 所以现代人就是这样啊 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因果报应 不相信有来世 不相信有轮回 这个叫建左 邪知邪见 相信他见得了你相信 人死永远当人 人死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叫 活心上讲 建后里面的 边界 这是建左 换句话说呢 你对人生对宇宙的观察错了 虽然错了 自以为政界 这叫建左 尤其像现在名嘴 所谓的媒体 媒体的政治名嘴 误导 众生 扰乱世间 妖言互众 莫此为圣 这就是建左的现象 思想非常混乱 思想非常的污浊 协思说法如红和善 各宗各派 新兴的宗教非常的多 不晓得哪个是佛陀 有时候他是佛陀在来的 各种新兴的宗派 要护人心 众生的七字若悟 你看台湾的一些新兴的宗派 宗教 动着五万十万人 那真正有修行那些高僧大德去讲课 不到五百一千 这叫建左的现象 建左 那大家都思想污染 还有现在是色情污染 网路的污染 手机的污染 这些都是建左现象 从现在就看得出来 你不想是选哪一个好 在微信上 在手机上传递的 你无从选择 像台湾很多这个公共汽车 很多的这些 中派的广告 那有些什么 自身为某某大师的广告 建左 建左的现象 那第三 怀恼走 在这个怀恼里面 主要是讲贪嗔痴慢疑 疑就是怀疑 多以诸佛菩萨 古圣先贤的教训怀疑 我前几天再听到一个 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也是学佛人 当时我们台湾不是 不是海外 因为台湾现在 就 现在变成因为政治的问题 扰乱了很多的 民众的生活环境 变成了 一种 一种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转型正义啦 或者是什么 这个 建立公平正义等等这些 很多都是假转型正义 行 斗争之死 造成很多人心方法 那百叶萧条 所以那天那个 练佛的那个同修跟我讲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我也很讶异 他说我们练佛练的 希望这个磁场能够改变 希望能够国泰民安 怎么现在呢 因为政治的关系 人心日益犯善 日渐的消沉 对佛菩萨 对诸佛菩萨 古圣先贤的教信怀疑 没有信心 不晓得四次世间圣贤 他们的智慧是真实的 他们的教诲 超越时间跟空间 超越的国家民族 超越的学术宗教 是一切众生最宝贵的经典 跟经验 最有价值的教会 你对他起怀疑 那就大错都做了 这是烦恼的根源 也就是说你思想染污了 思想错误了 这叫烦恼 再来众生种 众生种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生活 跟我们的生活繁境的污染 你看现在雾霾 严重的雾霾 在台湾也是一样 现在是严重的雾霾 空污 空气污染的就空污 大陆也是有雾霾 台湾现在也是变空污 空气污染 不敢用核电 那只好烧煤 烧煤还是造成空气污染 被恶性循环 大家要求生活讲述 不断的开冷气 不断的开汽车 澳氧化炭不断的排出去 整个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就是生活 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 这一点 我们现在社会大众 都已经意识到注意到 还有其他的 农药污染 病毒的污染 工业的污染 我们现在讲的 饮苦食毒 没有一样不是污染的 这个叫做众生种 我们的空气污染 水之眼的污染 甚至连气候都产生 异常的变化 这是经上讲的众生种 你看佛陀都有智慧 把现在的现象 全部在三千年前佛陀就一演出来 第五 命种 命种就是寿命减短 实在讲 我们的身心受自然界的污染 不能想尽 他的天脸 本来人的寿命应当活到八十岁 现在 一般来讲 因为 这个 众生种 跟烦恼种 还有剑种 所以 本来应该活到八十岁 现在活到五六十岁 他就死了 这叫命种 总而言之 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身心 环境 严重的污染 这个问题在从前 实在讲不严重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已经在大声疾呼了 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 深深感到释迦摩尼佛真实的智慧 经上所说的几书是针对我们现代人所讲的 完全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面临的问题 那老法师说呢 五轴的到底要亲还是众 还是要我们众生去转变 众生怎么去转这个五轴为 五轴恶事呢 老和尚说 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 唯心所限 唯事所变 一切法从心想生 还是必须要从众生回头来做 由此可知 断除灼恶 恢复清静 必须从心地下功夫 所谓心静走国土静 这计划的意思说 我们心清静了 环境就清静 因为环境是依报 身心是震报 胡说 依报随着震报转 我们身心一清静 外面的环境自然就清静了 所以修清静心 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怎么去转变五轴恶事为极乐家邦 就必须修清静心 作为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家如果不修清静心 五轴恶事 就只会一来一恶化 所以弘扬伦理道德英国 怎么修清静心 当然是念佛 可是现在人 他不相信 三宝 所以当法师不得不能强调 不然用最快速的方法就是 砸三个根 伦理道德英国 这个先扎下去了 先就再说了 这三个有基础了 才有机会修清静心 你没有伦理道德英国的基础 没有扎根 你怎么修清静心啊 他都是自私自利 他都追逐五一六成 他都追逐贪生吃慢疑 他都是我贪我爱我称我吃 那怎么会修清静心呢 那随心就要扎三个根 所以老法师说 当然我们尽忠心人 是从念佛 来修清静心 但对这些 这个 世间的众生 老和尚强调了 还是要 恢复 中华传统文化 做杂根的教育 这个是老法师在 阿弥陀经要解讲记里面 开示这个五轴 我们提示这样的报告